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带您来看这一段画面 这一座古墓就是曹老夫人她的葬身之地 而且这边是当地人都知道的墓园 据说在这边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鹰穴 只要人死后葬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避一子孙出人头地 这是真的吗 真的有看到那个老鹰 眼睛都还没打开的 打开的鹰 所以他们后人确定这个真的是鹰穴 所以就把曹和吃饭和孩子都重新把它合葬 出外去台北做生理的 出国去做生理的 大家都很賺錢 怕孙万岛 有这个西方祖的祖先 所以可以第一个就会怕孙了 百年古墓靠着鹰穴 竟然避孕子孙发大财 而且墓的主人还是一对母子 他们为什么合葬 又为什么能够挑中鹰穴 背后是一段旋奇的地方奇闻 焚香诚心残拜 他们都是园林曹家子孙 眼前这一座 两百多年古墓里的一对母子 都是他们的祖先 也正是这一段地方传奇的主角 我们其实里面的中长跟祈老 都还蛮笃心说我们都来这里拜 是对我们后辈子孙是好的 我都过西方祖 西方祖当成一个精神支柱 大家就是千名一定要来这里拜拜 所谓的西方祖就是画像中等女人 她的名字叫曹和慈发 月末在清庸正年间 就跟着丈夫曹映露渡海来台 因为她先生曹映露又回去大陆 所以她一个人带了四个孩子 要娶这个孩子不简单 所以就都去跟他们放牧 在我们这个三岛的房子 这叫三岛的祖宝 一名靠着替人放羊 养儿育女的妇人 虽然她没念过什么书 却很懂得察眼观色 她看到鹿港来 一直在找 就听到他们在讲 这个地方是个鹰穴 所以这里地方不错这样子 因为树林里会很多露水 可是这个地方会没有露水 寻着露水的足迹点鹰穴 真的准吗 当时附近有一个刮蚊 刮蚊就跟他插下去 插下去了 然后他知道位置正确 隔天真的没有露水 所以他确定这个地方确定没有错 正所谓风水宝穴 人间难寻 曹河瓷巴打算来个先抢先赢 于是他放一些石头 把它泼一些水 等到两三天后 地理师们又来看这里 怎么都是露水 所以这里不是 据说聪明的曹河瓷巴 因此瞒过地理师的耳目 抢占难得的营靴 堪称洞主仙姬 先做一个空墓这样子 那没想到他做完了这个空墓以后 长寿的曹河瓷巴 他的第四个孩子 在1746年的时候往生 所以他主事 要把我们的儿子带在这位 仔细看墓碑上 确实刻着四子曹宰的名字 但一旁也刻着曹河瓷巴之名 为什么母子合葬 因为曹曹宰过世后的第九年 曹河瓷巴临终之际 他也特别交代后人 不必要跟儿子同葬 却不说明原因 直到后来开挖坟墓时 惊见异上 真的有看到那个老鹰 眼睛都还没打开的 打开的鹰 所以后人确定这个真的是鹰瓷 所以就把曹河瓷巴和孩子 都重新把它合葬 有这么悬吗 一旁的沐志明记录着这一段 不可思议的往事 园林这座墓园 更被彰化县政府提报登陆为历史建筑 显见它的特殊性 莫非鹰瓷传闻真有其事 这里早年很多的刮蚊 刮蚊当它春天过后夏天之际 刮蚊是白色 羽毛 你这样整片看在坟墓的周边 那种感觉就是有那个老鹰的翅膀 老鹰瓷它不喜欢草湿 所以这个地方它会是干燥的 干爽的 那生气会很旺 研制作作的传说 我们特地找了资深风水师 到现场勘查一番 所谓的鹰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里就好像一个翅膀 一个这样展翅的翅膀 那个叫莱隆 就是所谓的八卦山山脉 穴就是这个穴点 然后这里有包住 这里有包住 所以这里就是藏呼聚气的一个血点 太高了 风就太大 太低了 又会太潮湿 那所以血点它点得很好 风水师拿着罗盘一比对 饱穴 离合线形 从卫星空照图来看 古墓位在八卦山的左侧 背山 面海 而且八卦山有龙脉之称 山坡上的银穴 更有相辅相成之意 左青龙沙 右白虎沙 所以暴住的时候 这里就会长风聚气 然后像这个地方就是 看出去就整个园林街上 整个都是被看得非常远 甚至还可以看得到 这个海边那边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名堂 是很宽广的 所以符合我们龙穴的 龙穴沙水巷的条件 更特别的是 这片墓园采用 三山五成一兜尺的造型 市民代至今 台湾平民造墓的罕见形态 气势更显磅礴 这个老鹰展翅嘛 所以这个后代的子孙 就会非常的兴旺 甚至会中我们讲的高举状元 所以他的后代里面 有医师 校长 老师 检察官 当然做生意也赚很多钱 所以他的子孙是非常好的 子孙兴旺这句话还真不假 因为曹家是园林当地的旺族 后代各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眼前这一位曹家豪 还是彰化现议员 距离这里不远 大概有个中东里 之前还有一个主持 一个主持 还有一个近视榜 那时我们还都满自有要 说我们曹家真的有出过一代 非常值得我们引以为要的人物 丁穴望子孙的奇谈 随着曹家后代的成就 最近仍在园林当地流传着 但说到园林的奇闻 还不仅如此 白果山公园里有这么一颗大西瓜 够特别了吧 更奇怪的是 当你打开它的门一看 你会发现有人写上 鬼门两个字 真的好神秘 鬼门 我自己看了一下一跳 怎么会有人写鬼门 难道写的人知道这个故事吗 就连当地文史工作者 都惊讶的鬼门 到底藏有什么秘密 西瓜里面的中间 有一个洞 那有一个洞 仔细一看 原来它是日据时代的 防空洞的洞口 从大西瓜外部看进去 确实能瞧出 里面像个防空洞 但为什么要把门 给封死 不准外人进入 必须回溯到日据时代 当年的日本驻园林郡守 就住在白果山上 我们的郡守 他们很担心说 如果有台湾人杀他的话 怎么办 所以他们宛如一个兵营的话 他们就做了防空洞 它有两个口 一个就在西瓜这边 一个是在神社那边 也还有一个出口 既是防空洞 也是逃生密道 那么又跟大西瓜的秘密 有什么关系 日本人在我们台湾50年 其中他们有一个民俗 他们会有那个 娘 娘 神 阴神 然后他们的神 也是跟我们很类似 用那个这样把它抬起来 都是一些望族的人 有钱人在养 所谓的黄金轿价值不菲 当日本战败以后 园林郡守加了黄金轿 去向成迷 引发当地居民 议论纷纷 据说当时有两个黄金轿 那两个黄金轿 好像就放在我们 黄空洞的里面 黄金轿就在洞里吗 消息一出可不得了 战后初期 曾经有一回到了邦晚 有年轻人 外地的年轻人 就跑进去了黄空好 据说是想要偷那个黄金轿 可是他们好像到了 那个洞口的时候 意外的坍塌 所以好像有年轻人被压死了 不仅有人寻保惨死 据说还有人陆续在里头轻生 两高腿的传言不进而走 老一辈原林人都交代小孩子 离大西瓜越远越好 后来警察来处理过后 正空手就想说 那这样危险 所以必须把这个防空好的入口 用铁栏杆 把它都围了起来 就这样防空洞被封死 外层造型一路演进成为大西瓜 至于黄金轿呢 据说公文书里从未有移交记录 是被官员吞了 被偷了 还是依旧躺在防空洞里 至今还是个谜 让白果身上这颗大西瓜 增添更多的神秘色彩 台湾大西五堂半会计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西长期以来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西 您的家庭是幼儿 正是值得鼓励 可以支持 啊 不谈不谈不谈 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